我们接下来来讨论Noise Factor Noise Factor 常常是 事实上常常是最难考虑的一个Factor 我再强调一次 你的系统要多robust 要robust 什么 depends on 你引进了什么的Noise 如果你在这个实验里面没有把某一个Noise引进来你的实验里面 那么你设计出来就不能够robust 这个Noise 所以把一些重要的Noise引进你的实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 我们这两个图是前面所看到的 这个是八个控制音质 还有它的水准 这个是一个MY图 一个初始设计 原来设计的一个MY图 好 经过工程师讨论的结果 他们identify有三个Noise Factor 可能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是 天气的温度 这里指的是刹车皮的温度 这里指的是刹车皮的温度 OK 是这样子的 他们认为刹车皮的温度会影响到刹车油压 在比较高温的时候 他们打算再试试360度F 还有60度F 这样两种的一个温度 这温度所代表的含率是怎样子 OK 那么 在试器里面在开车的时候 你常常会刹刹刹车 那么刹车皮的温度自然就升高起来 那指的是这样 这刹车皮温度一升高起来的话 它就会影响到刹车压力 刹车扭力会影响到刹车的 performance 相对的 如果在譬如说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那么车控也是蛮不好的时候 你的温度通常会比较低 那這個時候你的煞車的表現會比較好一點 煞車的 performance 比較好一點 煞車力會比較大一點 OK 第二個 他們認為天氣也會影響 在下雨天的時候 OK 天氣是潮濕的 那麼 大晴天的時候 天氣是乾燥的 這兩種會影響到煞車扭力 那麼記住 我們設計的目的是 希望在這樣的 noise 下 也就是在下雨天的時候 或者是晴天的時候 我們的煞車 它不會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我們的煞車扭力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同樣的剛剛我們談到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我們希望我們設計出來的煞車系統呢 不管你是在高速公路開 你沒有常常在踩煞車 或者在市區裡面開 你常常在踩煞車 你的你的表現 你的煞車的表現 不會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這就是 robustness 的觀念 OK 我們再來看看還有第三個 就是煞車皮的磨耗程度 OK 好 好 那麼 一般而言 剛新的煞車 煞車擁力會比較好一點 煞車力會比較好一點 那麼當你用久了以後 那麼煞車力就比較少 那麼一般而言的觀念就是 那當然是 當然 這當然是這樣子的 但是一個好的一個設計 我們希望這種差異 是比較小的 越小越好 OK 所以他們打算在 利用了80%的磨耗程度 跟10%的磨耗程度 兩個來做實驗 他們希望 在不同的磨耗程度下 他們煞車的表現 都不會差異太大 我故意把這三個 把這三個 這三個都是 Noise Factor 他們 Identify 出來的 Noise Factor 我故意把它寫成這樣子 這個第一 這邊的 前面這邊的 是 是會使得煞車力偏低的 那右邊會使得煞車力偏高的 溫度在比較高的時候 煞車力是降低的 溫度比較低的時候 煞車力是偏高的 煞車力會比較好 同樣的 下雨天的時候 煞車力偏低的 同樣的 煞車皮如果 磨損比較多的 煞車力偏低 我故意把它寫成這樣子 把它擺成這樣子 OK好 我來看看 在他們 Identify 三個 Noise Factor 每一個 Noise Factor 有兩個水準 換句話說 你如果在實驗的時候 你可能要做八種的排列組合 才有辦法把這三種的 Noise 都考慮進去 那麼 這個實驗上 當然 相當於你要做八次實驗 這裡有一個蠻好的一個手法 大家可以學習的一個手法 他可以把這三個 Noise Factor 把它整合在一起 在英文裡面叫做 Compound 在一起 Compound 複合在一起 整合或複合都沒關係 把它複合在一起 OK 那麼意思就是說 我們來考慮 這一個極端的一個情況 OK 這一個極端的情況 左邊的這樣的極端的情況 還有右邊這個極端的情況 OK 我們左邊把它當作是 就把它叫做N1 左邊我們把它叫N1 右邊我們叫N2 換句話說 我們把這三個 Noise Factor 把它 Compound 把它複合起來 變成單一的一個 Noise Factor 這個 Noise Factor 就叫做N 就叫做N 那麼N 的第一個水準 是在360度 在高溫下 在潮濕的環境下 在高磨耗下 可以這樣子做實驗 N2是在 比較低的溫度 比較乾燥的環境 比較小的磨耗情況去做一次實驗 OK 那麼這樣子可以節省很多的一個實驗 因為原來你要做八次的實驗 現在你只要做兩次實驗 你原來把 有三個 Noise 現在整個變成一個 Noise 現在整個變成一個 Noise 那麼同學當然會有一個疑問 那這樣子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是不是在 我們是不是故意去實驗 在那種很極端的一個情況下去實驗 那麼實際的情況有這麼的極端嗎 你剛好是碰到在大塞車的時候 所以你一直在踩剎車 剛也碰到下雨 而且你的剎車皮又是 魔耗很嚴重的 OK另外一個情況 你有那麼的Lucky嗎 你有那麼幸運嗎 在一個 你不怎麼骰剎車的情況之下 在高速光路上面車況也很少 所以你很少在踩剎車 天氣又是大晴天 你剛好你的剎車皮又是剛性換 沒多久 你有那麼幸運嗎 OK 事實上我們這個觀念是這樣子 我們故意去 去誇大這個 Noise 去誇張這個 Noise 我們考慮了最極端的兩個情況 整個觀念就是這樣子 我們如果能夠 Robust 出這個極端的情況 我們如果能夠 Robust 出 N 這個 Noise Factor 因為這個 N 這個 Noise Factor N1 N2事實上是蠻極端的 我們如果能夠 Robust 出 N 這個 Noise Factor 的話 那麼我們就能夠 Robust 出這其他 這三個 Noise Factor 他們之間 任何的一個排列組合 任何一個組合 OK 這是我們常用的一個手法 OK 那麼 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幾乎可以 我們用我們的知識 我們的工程判斷 我們的工程知覺 我們去看 我們知道怎麼樣去組合起來 OK 才是一個極端的情況 如果問的比較複雜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 做這樣很明顯的一個組合的時候 我們試試看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實驗 然後看看怎麼樣的組合 那種叫做一個 Noise 的一個 experiment 一個干擾的一個實驗 OK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 Identify 一個 N 的一個 Noise 這個 N 事實上是一個複合的一個 Noise OK 這個工程師其實有發現 有另外一個 Noise 也就是說 OK 在完全一模一樣的控制音質下 在完全一模一樣的 N 譬如說 N 1 或者 N 2 下 那麼他們如果在量測這個煞車扭力的時候 OK 我們假設這橫軸是時間 那麼重則是你量測出來的煞車扭力 那麼他們量測出來的煞車扭力 事實上是有高高低低的 我把它誇張一點喔 也許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的誇張 OK 那量測出來的事實上是有這樣高高低低的一個現象 OK 量測出來可能有這樣高高低的現象 為什麼會長成這樣的現象呢 可能是這個煞車機系統裡面的一些機構問題也說不定 OK 那麼 事實上並不清楚 工程師事實上並不清楚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量測出來就是這樣高高低低的 那我們知道這個煞車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這些煞車率不是這樣高高低 我們希望這煞車是一個水平的 是一個穩定的 OK 這個是蠻容易了解的 如果高高低低的話 那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煞車系統 OK 但是他們不清楚 這個到底是什麼機制造成這樣子的 是什麼機制造成這樣高高低低的 但是他們知道的是 我們如果好好來選擇這些控制音質 我們如果好好來選擇這些控制音質 那麼它也許可以來降低這種現象 也就是說如果這些現象是因為 這些機構的 有一些機構的問題造成的一個影響的話 那我們把這些問題把它當作是一個 noise 把這些機構的問題當作是一個 noise 那我們透過選擇這些控制音質 看看有沒有辦法能夠 robust to 這樣這個 noise OK好 所以他們一定會把這個 noise 把它叫做Q 這個第一個水準跟第二個水準 Q1就是量測出這個最大的煞車扭力 Q2量測出最小的 也就是如果這樣 像剛剛這樣高高低低的話 我們最大的這個是Q1 把它記載叫Q1 那最小的把它記載下來叫Q2 如果我們能夠縮小 這兩個之間的差異 那麼我們就能夠 robust to這個 noise OK好 所以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事實上有兩個 noise 一個叫N 一個叫Q 兩個各有兩個水準 所以這兩個來講 排列組合並有四種排列組合 有N1Q1 N1Q2 還有N2Q1 N2Q2 OK 我們等一下來聚集來看看